OK,第二 那就說說人哥 四個字 趕盡殺絕 昨天只有一個 headline 說他干擾證人 怎樣干擾證人 不讓證人上庭 我們想的干擾證人 就是 你上庭 你想說話 你女兒 你女兒,你兒子 我知道誰讀書 通常是這樣 拍的女兒 上學的照片給她看 通常都是這樣 這些就是干擾證人 他怎樣干擾證人 我很想知道 如果何俊仁 斗膽干擾證人 我覺得是罪有應得 你給我一些細節 我想知道怎樣干擾證人 我就看不到 我看不到法官有講細節 控方就說他違反保釋條件 為什麼沒有細節呢 因為不可以報道 媒體呢 他有一個叫做9P報道限制 媒體就想報道 但是那個法官呢 蘇維德呢 就說這樣 是會揭露了控方證人 你怎麼只能夠控方證人 對吧 幾個而已 OK 以免對家屬構成不必要壓力 所以我們是不知道哪個家屬 是不是歐軒 還是誰 還是阿寶泰 好像已經有四個證人 還是趙家賢 即是怎樣 即是何俊仁 走去趙家賢的父母 他說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騷擾 不知道 現在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哪個證人家屬之外 但是呢 撇除這些 不知道哪個證人家屬之外 大公報呢 今年1月就報道過 就說何俊仁保釋期間 就不但沒有專心治療癌症 怎樣 嘩 大公報你真的很堅囂 這個罪名 喂 何俊仁你死得了 你死得了 你沒有專心治療癌病 我想問你怎麼專心 專心治療癌症 和分心治療癌症 會有什麼分別呢 即是我在做療程的時候 我就會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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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那是怎樣 我一直在玩candycrush 一直在看繪麗內 你分心了 這樣 神經病 大佬 哇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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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人哥 有這樣重心 神經病 經驗很辛苦 大佬 有沒有賤格到這樣 你說他不專心治療癌症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什麼叫專心治療癌症 即是全日24小時 即是全日24小時 但人哥就不是了 你老母 你一天裡面 你見李柱銘的時候 你就不理癌症 我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就說他也跟李柱銘、劉慧卿、支聯會的常委 蔡耀昌、鄧岳君、王志強等人 會面 吃一頓飯而已 會面也不行 葛珮凡說他違反保釋條件 葛珮凡這個混蛋 你真是做這麼多陰質的事情 你真是看絕子絕孫 那何俊仁會跟李柱銘、劉慧卿說什麼呢 反征服命 我們一出一檔專政 不是吧 是不是 可能是 如果是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我被人哥騙了 原來人哥跟李柱銘、蔡耀昌那些說 我們接下來 夾好時間 你不是起兵造反 就是這樣 神經病 結果現在人哥就要回去了 繼續即時還押 我覺得真的很賤格 真的是這樣 OK 有兩宗案件要跟大家講講 第一就是要講到私尿泉那件事 凡是叫阿泉那些都跟私尿有些關係 說笑而已 叫阿泉那些都沒有介意 好 大家也記得這宗案 在19年10月6日 就反蒙面法 深水埗就有一架司機被毀 他就一下子就剷上行人路 撞傷了兩個女孩 一個是脫骨折 脫骨折 他就這樣 那麼 你時候 屌你老母 他有建制派給他五十萬 那你也知道他有什麼了 還有 律政司不撤銷檢控 還有 當時 許智峯 許智峯 好像私人 不知道想檢控他 反而被人弄回頭 就被何君堯弄回頭 那你就知道這個司機是什麼背景 很明顯 絕對是保皇 小粉窮 那麼 當時他被私尿 打到他 疑似打到他 好了 問題是怎樣 就是那個 所謂私尿他的張生 被告暴動罪 以及犯了這個蒙眠法 當初 就坐了三年 他去年就復刑 復刑了一年零七個月之後 應該是今年七月就復刑完畢 那些喪盡天良人渣敗類律政司 就提出覆核 就說刑期過輕 有刑期過輕 結果 現在就用一個六年半為起點 就要他多坐一年零一個月 哇 你真是好 真是賤格到 我先講講案情的情況 做理刑事檢控專員就叫羅天偉 羅天偉 我不知是誰 就是 他不知道什麼背景 為什麼做到這麼混蛋呢 真的不知道 他說原審官就認為本案暴動程度中等 但律政司定性為嚴重 他說因為 光天快日在鬧市撕尿行為 撕襲者行為兇殘 的士司機就被人用雨傘和貼通襲擊 導致血流披面 被告就用腳踢他 就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在831裡面 一班的防暴 撕了市民 是不是 市民沒有任何反抗的 用警棍打 是不是 打到爆肝 血流披面 721裡面 雨傘鐵通 白衣人襲擊 是不是 那些是不是嚴重的暴動呢 為什麼白衣人只抓到六七個呢 二三百人 你說得這麼嚴重 是不是 831裡面 有沒有任何一個黑警被檢控呢 沒有 那你再說法治 就浪費了 是不是 他朝一日 資金全部撤走外資 說因為你的法規 和世界法規 完全不能夠銜接 到時候呢 如果各位 就是 問為什麼 就問回律政司 這個就問回律政司了 這個就問回律政司了 那麼律政司認為 暴動在的士 橙向行人路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了 那麼 這個法官是助攻的 彭保琴的助攻 他說 喂 是不是因為 那些人包圍 令到的士失控 所以有人受傷啊 就是 這樣子 不過這樣 他就說 不過你的書面 陳述就沒有提到這件事 那麼律政司最後就說 就說 是的 就是說 這個司機 就是 炒了人 就怪 這個 很天能 這件事 就怪私了個人 有參與之前的暴動 那個暴動 令到他們 令到司機 就失控了 這樣 這些就是完全浪費 浪費 說真的 一開始 為什麼 那些人要圍著司機 如果那個司機 不是硬要闖 有沒有人特意搞 那司機 你在前線看過一百幾十次 是不是 通常那些抗爭者 要封路 通常那些司機 就是這樣 通常封路 之前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或者互相吵 是不是 有沒有必要衝鞋打他 那當然是因為司機 不肯 那之後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 因為他是小分的窮 來的 炒了人那裏 那裏 他沒有必要炒了 失控了 失控了 一拉手掣就不動了 傻嗎 當人家沒有開過車的 所有 你考過牌 懂得開車的人 有什麼事 立刻拉手掣 除非你說那個人 硬要拉鬆你的手掣 再撞油 撞到人 那就不關你的事 有沒有這樣的證據 我看不到了 結果 撞斷人家的腳 最後他有五十萬 他破產的 原來可以收五十萬 然後撕了他的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什麼撕了 是不是 生氣起來就打糕他 好 這個可能是不對的 暴力 雖然暴力可能解決到問題 但是不對的 這句說話是不是很矛盾 暴力是解決到問題 但是不對的 OK 不對的 最後要坐 四年 撞傷人 撞斷人 亂揪的開車那個 沒事 OK 算是懲戒他那個 有事 這個就是香港法治 現在 沒問題的 你覺得這樣OK 就沒問題 就沒問題 是嗎 不用說了 他日的 這些全部 都是紀錄片 看到 這些總會有紀錄的 的ADM